比如说发红包 听什么 你们说给我庆祝生日吗 你朋友说是要是过个生日 你给你朋友要红包是吗 不都给你朋友送个礼物啥的吗 送个蛋糕什么的吗 人家过生日你来赚钱似的 我们不是朋友吗 对啊你 我们是朋友啊 你送我个蛋糕啊 你给我送家里啊 你给我唱生日歌呀 你也不唱啊 我想我给你发红包 我们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吗 其实说白了 人和人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把地址给我 你们其实不是说送蛋糕 你们就想来我家玩是不是 刚有朋友问我说 诶 明哥你过生日 现在就是你在这个圈子的朋友 今天会有人来吗 没有 这就体现了一个 社会的残酷 没有 以为啊 以为我也没告诉人 就过生日啊 没必要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日 其实说白了 我只想跟我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一块度过 这是实话啊 这是实话 因为我现实当中 我也不过生日 他们要是给我弄点什么蛋糕 什么的 我其实心里可闹心啊 我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不对 我过生日 连个屁都不撕 但是我想说 就借这个油子 上来给你们直播 我就跟日常直播一样 昨天晚上就为了说 今天这场直播 这个直播间 布置到凌晨三四点 就为了给你们今天 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我明天过生日 不是今天 今天是七号 明天是八号过生日啊 你们别以为 我是七号生日 有没有 有没有 要不你闭会嘴 让我怀念一下浩都 放肆 你在我直播间 让我闭嘴 我这些朋友也不会同意 你这种朋友就好像什么呢 你到你朋友家做客 你一进门告诉 告诉你朋友说 你们先出去 你到赢家做客 你让赢家出去 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泪 你 泪 那 来 下去 来